大家好,欢迎来到本视频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 唐宋八大家堪称文坛巨匠 他们是唐代和宋代的八位杰出散文家 这八位分别是唐代的韩裕、柳宗元 以及宋代的欧阳修、苏寻、苏氏、苏哲、王安石和曾拱 他们的名字响彻古今 他们的作品对散文的推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提倡散文、反对篇文 为古代散文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 这些文学家也以其精彩的诗词作品文明于世 今天 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这八位文学家的著名诗词作品 探索他们所创作的精彩世界 让我们一起领略这些诗词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 一 韩玉 天阶小雨润如苏 草色遥看尽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流满黄都 韩玉这首诗通过对春日细腻景象的描绘 表达了对春天美好的赞叹和欣喜 首剧天阶小雨润如苏 生动地描绘了春雨柔软细腻的质感 给人一种温润而清新的感觉 紧接住的草色遥看尽却无一句 则形象地描述了远处青草的模糊美 距离虽近但却难以捕捉清晰景象的意境 最后两句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流满黄都则是韩玉对春天景象的赞美 强调了春天独特美好的一面 并将这美景比作烟柳充满了黄城 是一种对春天繁荣盛景的赞叹 晚春二手其一 草树之春不久归 百般红紫豆芳飞 羊花鱼甲无才思 《围解漫天作雪飞》 这首诗也是韩玉对春天景象的描绘和感悟 诗中草树之春不久归 百般红紫豆芳飞描绘了春天繁花似锦的景象 表现了百花争艳的盛景 而羊花鱼甲无才思 《围解漫天作雪飞》则以一种幽默调侃的语气 形象地描绘了杨树和榆树花果的飘落 将它们的飘舞比作漫天飞舞的雪花 表现出对大自然的调侃和赞美 秦操十手依蓝操 蓝之依依 扬阳其香 不彩而配 于蓝和商 今天之玄 其何为然 我行四方 以日以年 雪霜茂茂 寄卖之茂 子如不商 我不耳垢 寄卖之茂 寄卖之友 君子之商 君子之首 乡中愁张十一公草 修垂绝脚千行类 共饭清香一夜粥 今日领园间月鸟 可怜同听不知愁 这首诗以蓝花为主题 探讨了自然界的景物 和人的情感之间的关联 表达了作者 对蓝花纯洁高雅之美的赞美 并借此抒发了自己 对人生境遇的感慨 首先 诗的开篇 极以蓝之意 洋洋其香来描述蓝花的 美妙形态和芬芳气息 通过动态的词语和形容词 生动地展现了 蓝花盛放时的姿态 和令人陶醉的香气 接着 诗中提到不采而配 于蓝和商 强调了不采摘而带着蓝花 对蓝花并无伤害 暗含了对保护自然之美的 呼吁和尊重 然后 作者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旅途 今天之旋 其何为然 我行四方 一日一年表现了对人生起伏变化的思考 对时间流逝的感慨 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描述了自己的旅行经历 以及经历中所见所感 诗的后半部分以雪霜貌貌 寂脉之貌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大自然的景象 将自然之美与人生的经历相对照 自如不伤 我不耳 构这句话表达了作者的期望和对他人关心的愿望 强调了关爱他人和保护自然的重要性 整体而言 秦操使手一蓝操以蓝花为象征 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 抒发了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赞美 对人生变迁的感慨 以及对他人情感的关怀 这首诗以清新简练的语言 深刻地揭示了韩玉对自然和人生的独特理解和情感体验 春雪 新春都未有芳华 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色晚 顾穿亭树作飞花 韩玉以简洁的文字表达了春天中意外降雪的景象 凸显了自然界的反常和独特美感 首剧新春都未有芳华 二月初惊见草芽 表现了春天出来 花草尚未绽放 然而在这时却突然出现了春天中不寻常的降雪 这样的景象在自然界中显得格外惊喜和突兀 接着 白雪却嫌春色晚 顾穿亭树作飞花 表达了雪花落下的情形 尽管春天已经到来 但雪花仿佛不满足于晚春 选择穿过庭院的树枝 在空中飞舞 营造出飘飘洒洒的景象 与晚春的绿色相互辉映 产生了一种别样的美感 整首诗以简洁而生动的语言 表现了韩玉对于春天意外雪花的观察和感受 这种意料之外的自然景象 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和神奇之处 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对自然变化的敏感和深刻体察 左迁至蓝冠是侄孙香 一风昭奏九重天 西扁朝周路八迁 欲为盛名除碧市 肯将摔朽西残年 云恒秦岭家何在 雪雍蓝冠马步前 知如远来应有意 好收五股杖将边 这是唐代文学家韩玉的左迁至蓝冠 是侄孙香诗作 展现了他对被贬折的遭遇 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无奈和感慨 首句一风昭奏九重天 西扁朝周路八迁 概括了韩玉被贬折的经历 形象地表达了 从朝廷的高位到被贬至遥远朝周八迁里的不幸际遇 接着欲为盛名除碧市 肯将摔朽西残年 表达了韩玉励志为国家除碧 尽职尽责的决心 但同时也感叹自己年老体衰 无法进展报复 随后 云恒秦岭家何在 雪雍蓝冠马步前 通过描绘孤身远离家乡的景象 表现了他在篮关孤寂遥远的境遇 以及道路被雪风难行的困境 最后两句知如原来应有意 好收无骨账江边 表达了对侄孙乡的期望和希望能够回乡安葬的愿望 这也是韩玉对身世悲欢 生死离别的思索和表达 整首诗以简洁有力的语言 表达了韩玉在贬折之地对命运的无奈和对故乡的眷恋之情 展现了他对政治抱负和家国情怀的坚持 整首诗以简炼的语言 通过对话美鸟在不同环境下的对比描述 表现了作者对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和对囚禁束缚的反感 通过这种对比 欧阳修表达了对自然和自由的珍视与推崇 细达缘真 春风移步到天涯 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之有有局 冻雷惊笋欲抽芽 叶文归艳生相思 并入新年感悟华 曾是洛阳花下课 也方遂晚不虚揭 表达了作者对春天来临的期待 以及对自然景物的感慨和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首剧《春风移步到天涯》 二月山城未见花 描绘了春季的来临 然而在诗中所在的山城 到了二月却尚未看到春花的踪影 春风似乎还未吹到遥远的天涯 大自然的迹象在这山城中仍未显露 接着 残雪压之有有局 冻雷惊笋欲抽芽 表现了寒冷的残冬 但在这寒冷中仍然有些许希望的迹象 树枝上尚有残雪 但橘子却依然存在 虽然天气寒冷 但笋已经露出欲抽芽的迹象 预示着春天即将到来 接下来的几句 夜闻归艳生相思 并入新年感悟华 表达了作者思念故乡的情感 听到归艳的叫声 引发了对故乡的思念 而在新年来临之际 病患使他对生命的感悟更加深刻 感受到了雾华天宝的珍贵 最后两句曾是洛阳花下课 也方虽晚不虚接 表现了对过去的回忆 曾经在洛阳做课时 尽管野花开放叫晚 但并无过憾和抱怨 整首诗以轻力的语言 表达了作者对春天的盼望 对故乡的思念 以及对自然变迁的感慨 浪淘沙 把酒驻东风 且共从容 垂扬子没落成东 总是当时携手处 游遍方从 聚散苦匆匆 此恨无穷 今年花胜去年红 可惜明年花更好 知与谁同 欧阳修表达了对失去时光的怀念 和对未来的期待 反映了人生的聚散离合 和岁月更迭 首句把酒驻东风 且共从容 表现了诗人愿意举杯祝福东风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从容 不迫不及地面对人生 接着 垂扬子没落成东 总是当时携手处 游遍方从 描绘了昔日欢愉时光的景象 回忆起当年在洛阳东城的紫末 垂扬下共有的情景 这里是曾经一同欣赏花景 畅游方从的地方 回忆起美好时光的点滴 然后 聚散苦匆匆 此恨无穷 表达了对于聚散离合和时光流逝的无限感慨 生活中的分别和重逢常常令人悲欢焦急 这种离合的苦涩无法抚平 留下无尽的悔恨和遗憾 最后两句今年花胜去年红 可惜明年花更好 只与谁同表现了对时光流逝不可挽回的无奈 今年的花虽美好 但可惜的明年将更加绚丽 而不知道将会与谁一同分享着美好 整首词以简练 清新的语言 表达了诗人对于逝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 描绘了人生聚散离合的感慨与无奈 挣扎紫元兮 去年元夜时 花式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 人月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 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 泪满春山秀 欧阳修的一首词作 以简洁的语言描绘了岁月更替中人世的变迁 表达了对往昔时光的怀念和对逝去人世的惆怅 首剧去年元夜时 花式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 人月黄昏后 描述了去年元宵节的繁华景象 花式灯火通明 月亮升起在柳树烧头 人们相约在黄昏之后团聚 接着今年元夜时 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 泪满春山秀 表达了今年元宵节的情景 虽然月亮和灯火依然明亮 但不见曾经一同相约的人 此刻内心充满了对往事的思念和悲伤 泪水润湿了春衣袖口 整首词通过对去年和今年元宵节的对比 以及人世变迁的描述 表达了对往昔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逝去人世的感伤之情 描绘了岁月更替中人生百态 表达了对逝去时光和人世变迁的无奈和悲伤 长相思花四一花四一柳四一花柳青春人别离 低头双泪锤长江东长江西两岸鸳鸯两处飞 相逢之己时 欧阳修通过花柳的比喻 表达了对离别与相逢的深情思念 首句花四一柳四一 通过花和柳的形象暗喻某人 作者将花柳与青春和离别联系在一起 暗示了人的离别与青春年华的流逝 接着花柳青春人别离 低头双泪锤 表现了离别之情 青春的花柳 承载着人们的离别 作者低头含泪 表达出无法割舍的离愁别序 接下来 长江东 长江西 长江东西两岸的景色 鸳鸯在两岸飞翔 象征住离散的两地 诗中意境流转 抒发了对远方思念之情 最后一句相逢之己时 表达了对重逢的期盼 诗人在思念中期待着再次相见的时刻 但同时也暗示了重逢之期无法确定 新增了诗作的含蓄感和情感悬念 整首词以简练的语言 表达了诗人对离别的思念和对未来重逢的期待 通过花柳与离别的联系 展现了诗人内心深处的离愁别序和对相逢的向往之情 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群芳过后西湖好 狼藉残虹飞絮蒙蒙 垂柳栏杆近日风 声歌散尽游人去 始绝春空 垂下莲笼 双眼归来细雨中 欧阳修的一首词作 通过对西湖景色的描绘 表达了春花散尽后的清幽和萧索之美 首句群芳过后西湖好 描述了春花盛开后的西湖景色 然而 此时春花已经凋零 景色更显幽静 清幽 描述了一番繁华之后的景象 狼藉残虹 飞絮蒙蒙 描述了凋谢的花瓣落在地上 随风飘扬的景象 花瓣飘落如红色的残留 飞絮萦绕在空中 萧索的美感浮现 垂柳栏杆近日风 描绘了垂柳随风摇曳的景象 显示出一种幽静的风情 随后的句子 声歌散尽游人去 时觉春空 表达了游人离去后的寂静感 声歌散尽 春天的空气中 开始弥漫着一种淡淡的销索氛围 最后一句垂下脸 龙 双雁归来细雨中 描述了细雨中双雁归巢的场景 使词意更添淒美和寂静 整首词以简洁 清丽的语言 通过描绘花谢之后的西湖景色 表达了春花凋零后的宁静和寂静美感 以及季节更替中的萧瑟和清幽之美 四 苏寻 菊花 骚人足其思 香子蓝笔君子 旷此霜下节 清芬绝蓝尘 弃柄金行秀 得备黄中美 古来赫发恩 餐阴饮其水 但恐蓬吊商 可扑加料理 二 柳宗园 江雪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踪灭 孤舟梭利恩 独调含江雪 这首诗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园的名篇 以简洁而深远的语言 描绘了一幅寂静而凄美的冬日将景 首句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踪灭 以寥寥数语描述了孤寂的景象 在这冬日的江畔 山上鸟一飞走 小镜上人的踪迹已不复存在 形成了一片与世隔绝 静谧无声的景象 接着 孤舟梭利恩 独调寒江雪 通过描绘一个孤独的老人 身披缩衣 带着斗笠 独自坐在小舟上 垂吊寒江雪 这幅画面在诗中展现了极致的孤寂与静谧 凸显了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场景 整首诗以简练的文字勾勒出寒冷而孤寂的江雪景象 通过对寂静冬日景象的描绘 传达了诗人对孤独 清寒和静谧的深刻感受 这幅画面将自然景物与人情意境融合 给读者留下了一幅深刻而富有想象力的画面 与昊出上人同看山 既精华清固 海盼尖山似见广 秋来处处歌愁肠 若未画得深千亿 散上风头望故乡 这首诗以简练的文字表达了对远离故乡 怀念故土的情感和渴望 首句《海盼尖山似见广》 通过比喻海边陡峭的山峰如同雄剑般挺立 表现了山峰的险峻和挺拔 同时也暗示着诗人内心的激情和怀抱的雄心壮志 接着秋来处处歌愁肠 运用秋来这一意向 将季节的凄凉寂寥与内心的伤感交织在一起 表现出柳宗远远离家乡 思念亲友的心情 最后两句若未画得深千亿 散上风头望故乡 表达了诗人的愿望和思念之情 即使能够变化成为千亿身躯 也愿意散步在山边 远眺故乡 表达了对故土亲人的深深眷恋之情 整首诗以简洁而富有意境的文字 抒发了柳宗远对故乡的深情思念和对远方的向往 通过自然景物的描绘 将内心情感与外在景物融合 表达了诗人内心深处的估计 思乡之情和对家乡亲友的眷恋之情 余恩 余恩夜傍夕严肃 小吉清香燃楚竹 烟消日出不见人 爱乃一生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 沿上无心云相逐 这首诗以简洁的文字勾勒了一个余恩在湖畔的景象 透露出深邃的禅意和大自然的宁静 诗中描绘了余恩一晚靠近西岩过夜 清晨在湘江中挤水 点燃楚竹 可能准备开始钓鱼 然而 烟消日出不见人 余恩的身影在沉沙中渐渐消失 只剩下一声长叹 回荡在山水间 这幅景象表现了余恩的孤独与虚无 一切仿佛只是片刻的虚幻 时间或人世都如同飘渺的烟云 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接着 诗中已回看天际下中流 沿上无心云相逐来展现天空 江水和岩石的景象 天空下的江水静静流淌 与岩石静默对望 不为云彩的变幻所动 似乎表现了大自然之间的宁静和超然 这首诗以简约的语言勾勒出一个山水间余恩的静谧景象 透过余恩的境遇 展现了作者对大自然中静谧 孤寂的情感感悟 通过与自然景象的交融 柳宗元传达了对人生虚无 时间流逝的深刻感悟 西居 久违三祖类 性此难以辙 咸依农普林 偶似山林客 小庚翻路草 夜榜想西时 来往不逢人 长歌楚天壁 柳宗元的西居 通过简练的文字 描绘了他在南方山野隐居的生活场景 展现了一种清静自然 与世隔绝的意境 首剧久违三祖类 性此难以辙 表达了作者长期从政的累累工业 以及因为政治上的不幸被贬折到南方的感慨 尽管是贬折之地 却感到幸运能够再次隐居 接着咸依农普林 偶似山林客形象地描绘了柳宗元 在南方山野中一生活的情景 他在农田旁边静静居住 偶尔像山林中的隐世一般 这种生活方式使他远离喧嚣 近于自然 自得其乐 诗中描绘了作者日常的生活状态 比如清晨耕种的情景 小耕翻路草 夜晚敲击西时 作为祭食的夜榜想西时 整体而言 他的生活寂静淡薄 过着平和自得的山野生活 最后两句来往不逢人 长歌楚天壁 强调了他再次隐居的清静孤寂 他在此地少有人来往 长歌于晴朗的楚天下 感受着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 整首诗以简洁清新的语言 勾勒出柳宗元 在南方山野中的隐居生活 表达了对安逸 宁静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三 欧阳修 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深吉许 庭院深深深吉许 杨柳堆烟 莲木无虫树 欲乐雕安有野处 楼高不见张台路 欲横疯狂三月幕 门眼黄昏 无济留春柱 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欧阳修以抒情的笔调 描绘了一幅庭院深深的景象 并通过对景物的描绘 抒发了对时光流逝和离别的感伤之情 首句庭院深深深吉许 以深远的庭院景象开篇 隐喻住情感上的无尽深沉 阳柳缭绕 莲木凌乱 刻画了静谧而忧伤的庭院氛围 暗示了内心的无限悲凉 接着欲乐雕安有野处 楼高不见张台路 运用游野和楼台的描述 揭示了曾经的欢愉场景 与此刻的孤寂无奈 这里曾经热闹繁华 但现在却荒凉寂寞 暗示了时光的流逝和变迁 继而与横风狂三月幕 通过狂风暴雨的描绘 突出了孤寂和无奈的情感 门飞已紧闭 黄昏降临 无法挽留春天 最后两句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表现了诗人 在凄凉萧索的环境中 对花的问候 而花却默默无言 暗喻了人世间的别离和无奈 乱红飞逝如同时光匆匆 离别之情隐喻其中 整首词以简洁婉约的语言 描绘了庭院凄凉景象 并借景抒发了对光阴流逝 时光意识和离别之情的感慨与哀思 画美鸟 百转千生随意移 山花红紫树高低 使之所向金龙厅 不及临间自在体 欧阳修通过对画美鸟的描述 表达了他对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 以及对囚禁和束缚的反思 首句百转千生随意移 形象地描述了画美鸟百般转轿的情景 这些声音随着他自由自在地飞翔移动 接着山花红紫树高低 通过描绘山花红紫和树木的高低 进一步描绘了画美鸟周围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象 然后使之所向金龙厅 不及临间自在体 通过反转句意 表达了画美鸟在金龙中囚禁的情况 诗人意识到 尽管画美鸟在金龙中听到了各种声音 却不及他在自由自在地 林间欢快提名的自然状态 苏寻的菊花 是一首描写菊花高雅之美 和寻对此之景的赞美之作 首句骚人族奇思 香子兰比君子 表达了诗人对菊花高雅之美的认可 与常见的香子兰相比 菊花更显高洁与典雅 这样的品质超越了普通人 接着曠此双下节 清分绝蓝尘 赞美菊花的清雅与纯洁 菊花在双下绽放 花香清爽绝艳 胜过一般的兰花之美 诗中弃柄金行秀 得被黄中美 熟发了菊花高尚的气质和品德 菊花拥有金质般的风范与品质 她的美丽胜过黄中之美的花卉 最后两句古来赫发恩 餐饮饮其水 但孔鹏吊商 客铺家料理 表达了对菊花的忧虑 赫发老人 只品名高适 赏菊 但同时也担心菊花 因为草木精叶的鹏吊会引起伤害 需要加以细心呵护 整首诗以简洁 优美的语言 通过对菊花高雅之美的赞美 表现了诗人对菊花的推崇和忧虑 展示了菊花清雅脱俗 高洁纯美的品质 神女庙 乌阳仙子云为居 高情咬步于世 描绝了诗人对菊花清雅脱俗 中有穷楼白玉橱 中有穷楼白玉橱 江上浩荡谁来过 闻到秦高架里鱼 苏徐描述了神女庙的清幽和神秘之处 表达了诗人对这神圣地方的景仰与向往 首句乌阳仙子云为居 高情咬步于世 描绘了神女庙地区环绕着神秘的云雾 仿佛仙子缓缓行走在这高远的山川之间 欲世无争 神秘莫测 接着唯有伯九安足现 愿采山下双中枢 表达了诗人虔诚敬拜之心 虽然只有些许淡薄的酒水 但愿意将其奉献给神女 以示虔诚 同时 愿意采摘山下的双中蔬菜 也是一种虔诚的举动 诗中仙坛古洞和清虚 终有穷楼白玉橱 描绘了神女庙内部幽静而神秘的景象 神坛和古洞清幽空灵 洞内更有像穷楼般的白玉神物存在 使得这神秘之地更加令人向往 最后两句江上浩荡谁来过 闻到秦高架李渔 描述了江水边广阔无边的景象 不知有谁曾经光临过这里 传闻中有人架着鲤鱼 琴声羔羊 仿佛神仙一般 整首诗以简洁 富有意境的语言 表达了诗人对神女庙神秘清幽之地的敬仰和向往 通过描绘神秘景象 营造出一种神圣 虔诚的氛围 五 苏氏 水吊鸽头 明月几时有 秉晨中秋 欢饮打蛋 大醉 做此片 尖怀子游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成风归去 又恐穷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诸格 低起户 赵无眠 不应有恨 何时长相别十元 人有悲欢离合 愿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产娟 苏氏表达了 对明月的追问 和对人生离合 生命无常的感慨 首剧秉晨中秋 欢饮打蛋 大醉 做此片 尖怀子游 说明了此作创作的时节 是在一个中秋佳节夜晚 喜庆欢迎之后 醉酒之余做成的 兼怀念着有人自由 接着明月举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须是何年 表达了诗人 对明月的思念和追问 她把酒问天 不知道月亮何时出现 也不知今夜又是何年 表达了对宇宙间月亮的神秘感 和对时间流逝的感慨 接下来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穷楼欲语 高处不胜寒 其舞弄轻盈 和似在人间 表达了诗人 对自由飞逝的向往 但又担忧高处的冷寒 并通过舞动明月下的身影 表达了人间的短暂与无常 暗示了人生的脆弱和短促 继而转诸葛 逼起户 照无眠 不应有恨 何时长相别识缘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表达了对人生离合 变化无常的感慨 人生有悲欢离合 月亮有殷勤缘缺 这是古今人都难以避免的命运 最后两句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产捐 表达了诗人 对有人长寿和自身长寿的祝愿 愿意与有人在千里之外 共同分享明月之美 整首词以轻心婉转的语言 表达了诗人 对明月的神秘向往 对生命离合无常的感慨 以及对有人长寿幸福的祝愿 幻西沙游汽水清泉寺 游汽水清泉寺 四林蓝溪 溪水溪流 山下蓝牙短静溪 松间沙路静无泥 萧萧木与紫归体 谁道人生无在哨 门前流水尚能溪 修江白发唱黄姬 苏氏描绘了游览 汽水清泉寺的景色 反映了诗人对人生 短暂无常的思考 首句由汽水清泉寺 四林蓝溪 溪水溪流 描述了诗人游览清泉寺 这寺庙建在蓝溪旁边 溪水向溪流淌的景象 清泉寺静静地筑立在溪旁 景色宁静迷人 接着山下蓝牙短静溪 松间沙路静无泥 描述了山下溪水中 浸泡着短短的蓝牙 溪水清澈见底 沙路前径没有泥泞 这种景色给人一种清新 宁静的感觉 随后萧萧木与紫归体 描绘了傍晚时分的情景 轻柔的细雨下 紫龟鸟在提名 为夜幕降临增添了一抹哀愁的氛围 最后两句谁到人生无在哨 门前流水尚能熄 修将白发唱黄机 表达了对于生命短暂的思索 诗人借流水向溪的景象 比喻人生在时间的长河中短暂流逝 希望能够珍惜眼前的美好 不要将珍贵的时光白白虚度 整首词以清新 朴实的语言 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景色的赞美 同时也反映了对人生短暂无常的深思 和对充实人生的呼唤 提西灵弼 横看成岭策成风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俗世的提西灵弼 是一首简短却一镜深远的诗作 主要表达了对于人们对事物观察的主观 与片面性的思考 首句横看成岭策成风 远近高低各不同 形象地描述了在不同角度观看山峰 其形态各异 高低远近各有千秋 接着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表达了作者在庐山之中 但却不能完全认知庐山的真实面貌 因为在山中 只能看到山的一部分 无法全面了解庐山的真实面貌 整首诗简短而有力 表达了人们对于事物认知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在不同的位置和角度观察 会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认知 因此只能从局部来认知事物的整体 难以了解事物的完整与全貌 隐狐上出情后与二手其二 水光炼焰情芳好 山色空蒙与异齐 欲把西湖比西紫 但装浓膜总相宜 苏氏的《隐狐上出情后与二手其二》 是描写西湖风景的诗篇 表达了作者在湖上观景的心境与感受 首句《水光炼焰情芳好》 山色空蒙与异齐 描述了晴天湖面的水光灿烂和雨天山色朦胧的景象 晴天下水光炼焰 湖面晶莹剔透 而雨天下山鸾引线 景象神秘奇异 展现了情与交替下西湖的不同韵味 接着欲把西湖比西紫 淡妆浓膜总相宜 通过西湖与西紫的比喻 表达了对西湖风景的美好赞誉 西紫是古代美女的代称 将西湖比喻为西紫 意味着西湖的美丽动人 无论在晴天还是雨天 都有着各自独特的魅力 就如同美女淡妆或浓妆都同样迷人 整首诗以简洁清新的语言 通过对情与不同天气下西湖景色的描绘 表达了诗人对西湖美景的赞美与赞叹 以及对情与交替间景致的欣赏 苏寻的菊花 是一首描写菊花高雅之美 和寻对此之景的赞美之作 首句《骚人足奇思》 香子兰比君子 表达了诗人对菊花高雅之美的认可 与常见的香子兰相比 菊花更显高洁与典雅 这样的品质超越了普通人 接着抗此霜下节 清分绝蓝尘 赞美菊花的清雅与纯洁 菊花在霜下绽放 花香清爽绝艳 胜过一般的兰花之美 诗中气柄金行秀 得被黄中美 赎发了菊花高尚的气质和品德 菊花拥有精致般的风范与品质 她的美丽胜过黄中之美的花卉 最后两句古来赫发恩 餐饮饮其水 但孔鹏吊商 客铺加料理 表达了对菊花的忧虑 赫发老人 只品名高适 赏菊 但同时也担心菊花 因为草木精叶的鹏吊会引起伤害 需要加以细心呵护 整首诗以简洁 优美的语言 通过对菊花高雅之美的赞美 表现了诗人对菊花的推崇和忧虑 展示了菊花清雅脱俗 高洁纯美的品质 神女庙 乌阳仙子云为居 高情咬步于世 唯有薄酒安足献 愿采山下双中书 仙坛鼓动和清虚 终有穷楼白玉厨 江上浩荡谁来过 闻到秦高架礼于 苏徐描述了神女庙的清幽和神秘之处 表达了诗人对着神圣地方的景仰与向往 首句乌阳仙子云为居 高情咬步于世 描绘了神女庙地区环绕着神秘的云雾 仿佛仙子缓缓行走在这高远的山川之间 与世无争 神秘莫测 接着唯有薄酒安足献 愿采山下双中书 表达了诗人虔诚敬拜之心 虽然只有些许淡薄的酒水 但愿意将其奉献给神女 以示虔诚 同时 愿意采摘山下的双中蔬菜 也是一种虔诚的举动 诗中仙坛古洞和清虚 终有穷楼白玉橱 描绘了神女庙内部幽静而神秘的景象 神坛和古洞清幽空灵 洞内更有像穷楼般的白玉神物存在 使得这神秘之地更加令人向往 最后两句江上浩荡谁来过 闻到秦高架鲤鱼 描述了江水边广阔无边的景象 不知有谁曾经光临过这里 传闻中有人架着鲤鱼 琴声羔羊 仿佛神仙一般 整首诗以简洁 富有意境的语言 表达了诗人对神女庙神秘清幽之地的敬仰和向往 通过描绘神秘景象 营造出一种神圣 虔诚的氛围 五 苏氏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秉晨中秋 欢饮达旦 大醉 做此天 奸怀自由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成风归去 又恐穷楼玉雨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诸格 低起户 赵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相别识缘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苏氏表达了对明月的追问和对人生离合 生命无常的感慨 首句秉晨中秋 欢饮达旦 大醉 做此篇 奸怀自由 说明了此作创作的时节 是在一个中秋佳节夜晚 喜庆欢迎之后 醉酒之余做成的 兼怀念着友人子游 接着明月举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须是何年 表达了诗人对明月的思念和追问 他把酒问天 不知道月亮何时出现 也不知今夜又是何年 表达了对宇宙间月亮的神秘感和对时间流逝的感慨 接下来我欲成风归去 又恐穷楼欲语 高处不胜寒 其舞弄轻盈 和似在人间 表达了诗人对自由飞逝的向往 但又担忧高处的冷寒 并通过舞动明月下的身影 表达了人间的短暂与无常 暗示了人生的脆弱和短促 继而转诸葛 低启户 照无眠 不应有恨 何时长相别识缘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表达了对人生离合 变化无常的感慨 人生有悲欢离合 月亮有殷勤缘缺 这是古今人都难以避免的命运 最后两句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产捐 表达了诗人对有人长寿和自身长寿的祝愿 愿意与有人在千里之外 共同分享明月之美 整首词以轻心婉转的语言 表达了诗人对明月的神秘向往 对生命离合无常的感慨 以及对有人长寿幸福的祝愿 换西沙游起水清泉寺 游起水清泉寺 四林蓝溪 溪水溪流 山下蓝牙短静溪 松间沙路静无泥 萧萧木与紫归体 谁到人生无在哨 门前流水上能溪 修江白发唱黄姬 苏氏描绘了游览 骑水清泉寺的景色 反映了诗人对人生短暂无常的思考 首句由骑水清泉寺 四林蓝溪 溪水溪流 描述了诗人游览清泉寺 这寺庙建在蓝溪旁边 溪水向溪流淌的景象 清泉寺静静地筑立在溪旁 景色宁静迷人 接着山下蓝牙短静溪 松间沙路静无泥 描述了山下溪水中 浸泡着短短的蓝牙 溪水清澈见底 沙路前径没有泥泞 这种景色给人一种清新 宁静的感觉 随后萧萧木与紫归体 描绘了傍晚时分的情景 轻柔的细雨下 紫归鸟在提名 为夜幕降临增添了一抹哀愁的氛围 最后两句谁到人生无在哨 门前流水尚能吸 修将白发唱黄鸡 表达了对于生命短暂的思索 诗人借流水向溪的景象 比喻人生在时间的长河中短暂流逝 希望能够珍惜眼前的美好 不要将珍贵的时光白白虚度 整首词以清新 朴实的语言 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景色的赞美 同时也反映了对人生短暂无常的深思 和对充实人生的呼唤 提西林壁 横看成岭测成风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俗世的提西林壁 是一首简短却一镜深远的诗作 主要表达了对于人们对事物观察的主观 与片面性的思考 首句横看成岭测成风 远近高低各不同 形象地描述了在不同角度观看山峰 其形态各异 高低远近各有千秋 接着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表达了作者在庐山之中 但却不能完全认知庐山的真实面貌 因为在山中 只能看到山的一部分 无法全面了解庐山的真实面貌 整首诗简短而有力 表达了人们对于事物认知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在不同的位置和角度观察 会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认知 因此只能从局部来认知事物的整体 难以了解事物的完整与全貌 引湖上出情后与二手其二 水光练艳情方好 山色空蒙与异齐 欲把西湖比西子 但装浓膜总相宜 苏式的引湖上出情后与二手其二 是描写西湖风景的诗篇 表达了作者在湖上观景的心境与感受 首句水光练艳情方好 山色空蒙与异齐 描述了晴天湖面的水光灿烂和与天山色朦胧的景象 晴天下水光练艳 湖面晶莹剔透 而与天下山鸾引线 景象神秘奇异 展现了晴与交替下西湖的不同韵味 接着欲把西湖比西子 但装浓膜总相宜 通过西湖与西子的比喻 表达了对西湖风景的美好赞誉 西子是古代美女的代称 将西湖比喻为西子 意味着西湖的美丽动人 无论在晴天还是雨天 都有着各自独特的魅力 就如同美女淡妆或浓妆都同样迷人 整首诗以简洁清新的语言 通过对情与不同天气下西湖景色的描绘 表达了诗人对西湖美景的赞美与赞叹 以及对情与交替间景致的欣赏 整首诗以清淡平实的语言 抒发了诗人对友人的思念 以及对途中所遭遇的景物 与过往经历的回忆 江州无永其一 万其寻游遍 千帆破浪青 社交江水赤 叫战月人精 山转楼传影 暗催连弩生 其朝无为父憨寝 尽平生 苏折的江州无永其一 描述了江州风景 以及江州所发生的战事 首诗万其寻游遍 千帆破浪青 描绘了江州壮阔的风光 千万其事犹豫于此地 数不尽的船只 轻轻破浪而行 展现出江州繁华景象 社交江水赤 叫战月人精 描绘了战争时期江水上的战事 士兵们激战江水之上 江水被战火映红 使得越地的人们非常震惊 山转楼船影 暗催连弩生 描述了山卵之间楼船的倒影 以及岸边传来的弩工生 暗示了战事频繁的局面 最后两句其朝无为父 憨寝静平生 表现了诗人对战乱的悲叹 和对平静生活的向往 希望能够有一份宁静安逸的生活 摆脱战乱 安详晚年 整首诗以生动的语言 描绘了江州景象 反映了战争带来的恐怖与不安 表达了对和平安宁的向往 七 王安时 博传瓜州 金口瓜州一水间 中山只隔树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时的博传瓜州 是一首简洁而富有意境的诗篇 诗中首先描述了 金口和瓜州之间 仅有一条江水相隔 中山则遥遥相对于 树重山 这里是两岸相望的景象 江水和山巒相互映衬 形成一种美妙的景致 接着描绘了春风吹拂之下 江南岸又呈现出一片翠绿 勾勒出春天的生机盎然 最后两句明月何时照我还 表达了诗人对明月的期待 诗人希望月光能够再次照亮自己所在的地方 暗示了他对远方故乡的思念 和对未来的期许 这首诗以简练清新的文字 勾勒出一幅江南春日的美景 并展现了诗人对远方的思念之情 元日 暴竹生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土苏 千门万户同同日 总把心桃换旧符 王安时的元日 是一首描绘新年景象的短小诗篇 诗中首先描绘了暴竹生中辞旧迎新 象征着一年的结束和新一年的开始 暴竹生生 祝福除旧迎新 将一切不好的事物赶走 随后 诗人描述了春风拂面 带来了温暖的气息 意味着新春的气息已经到来 温暖送入每个角落 图苏也是中国传统节日饮品 象征着吉祥幸福 接下来的两句千门万户 同同日 总把心桃换旧符 描绘了新年第一天的晨曦 万家灯火逐渐明亮 意味着新年带来的喜庆和美好 同时 星桃代替了旧年的符咒 寓意新年带来的祥和和美好 旧年的一切不如意都随着新年的来临而烟消云散 整首诗简短清新 描绘了新年初日的喜庆景象 寄托了诗人对新年美好愿景的祝福和期待 梅花 墙角树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未有暗相来 王安时的梅花是一首表现梅花坚韧 清雅之美的短诗 诗中描述墙角有几支梅 在寒冷的冬季独自开放 梅花以其坚韧的性格 在寒冷的环境中独自怒放 形成了一种别样的清雅与美感 接下来的两句 遥知不是雪 未有暗相来 通过对梅花的观察 诗人表达了自己的理解 远远看去容易被梅花的白色花瓣误以为是雪 但实际上是梅花的花瓣 此外 尽管梅花没有芬芳的香味 但有一种隐约的香气飘来 这种隐约的香味 成就了梅花的独特魅力 整首诗简洁而清雅 通过对梅花的描述 表现了其坚韧 清冷 素雅的特质 并透露出淡淡的幽香和别样的美感 灯飞来风 飞来山上千寻塔 唯说鸡鸣见日生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圆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的灯飞来风是一首描绘灯高远跳的诗篇 诗中首先描绘了飞来山上的高塔 高耸入云 数千层楼 隐约可见 诗人听说说 在此地能够听见鸡鸣并看到日出 暗示这是一处灯高远望的绝佳之地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圆身在最高层 诗人表达了自己登高的志向和决心 尽管可能会有浮云阻挡视线 但置身于高楼之巅 自信能够超越云层 远跳风景 整首诗以简短的语言 表达了诗人登高远望的豪情壮志 表现了登高眺望的豁达和追求卓越的精神 孤童 天智自森森 孤高几百寻 灵霄不屈己 得地本虚心 遂老根迷状 杨娇叶更阴 明时思解韵 愿着五弦琴 王安时的孤童是一首描绘孤高 坚韧的铜树的诗篇 诗中首先描述了天生孤高的铜树 树体高耸入云 质感几百尺 这棵铜树在天空高高的独立 根植玉地 树姿高傲 灵霄不屈己 得得本虚心 这里表达了铜树的坚韧和自尊 它高傲地矗立在云霄之上 却又保持谦虚的心态 根植玉地 虚心接受大地的滋养 接下来描述了铜树随着岁月的流逝 树根越发坚强 树叶更加茂密 虽然岁月已逝 但铜树依旧茂盛 最后两句表达了作者对铜树的钦佩和向往 希望能像这颗孤童一样 拥有坚韧不屈的品质 解开人生的困惑 表达自己的心声 表现了对高尚品质的向往和追求 整首诗以简洁而雄浑的语言 表现了铜树坚韧 高傲 谦虚 茂盛的形象 同时也寓意了对高尚品质的欧歌和追求 江上 江北秋音一半开 晚云寒雨却低怀 青山缭绕已无路 忽见千帆隐映来 王安石的江上是一首描绘江水景象的诗篇 诗中首先描述了江北秋日多云阴玉 部分云彩散开 暗示秋日的天空并非完全晴朗 部分地区云层较为开阔 晚云寒雨却低怀 表现了天空中的云层聚集 似乎含着雨水 滴垂在空中 似乎随时会下雨 青山缭绕已无路 描绘了远处青山迷雾缭绕 山路蜿蜒曲折 令人产生路途艰难的错觉 疑似无法找到通往目的地的道路 忽见千帆隐映来 接着描述了江面上的景象 突然间出现了千百帆船 隐约可见 似乎突然间出现在诗人的视野之中 增添了江面上船只来往的繁忙景象 整首诗以简练的语言 描绘了秋日江景 表现了江水流淌的平静 和江面上船只来往的景象 同时也展现了诗人对自然景色的细腻观察 八 增拱 永柳 乱条由未变出黄 已的东风是变狂 结把飞花蒙日月 不知天地有青霜 增拱的永柳 是一首描写柳树初春的诗篇 诗中描述了柳树的景象 柳条虽然仍然凌乱 但已呈现初春的淡黄色 柳树已仗著东风的助力 显得更为狂放 接着 诗人描述了柳树飘舞的情景 宛如飞舞的花瓣遮掩了日月的光辉 仿佛不知天地间已经洒下了清晨的霜露 整首诗以简练的语言 描绘了初春时节柳树摇曳生姿的景象 展示了柳树在春风中轻盈舞动的生机 将上怀戒斧 将上信清华 月风亦潇洒 故人在千里 遵久难读吧 由来懒捉慎 其勉娇有寡 朱贤任尘埃 谁是知音者 曾拱的江上怀戒斧 是一首怀念远方有人的诗篇 诗中描绘了江畔清华的景致 月色与微风使得这片江上 充满清幽和凉爽 诗人因思念远方的知己戒斧 江上虽然美景绵绵 但却少了他远在千里之外的知己 邪狐独拙却难以消愁解闷 接着诗人自嘲自己懒散 不善交际 生活在郊游稀少之中 无法得到知音 心中有着孤独和寂寞 最后两句诸贤任尘埃 谁是知音者 表达了诗人感慨自己琴弦上的尘埃 暗示自己虽有心追求之音 却许觅不到知音的人 整首诗以简洁明快的语言 表现了诗人对有人的思念之情 同时也反映了自己在人际交往上的苦闷和孤独 西楼海浪如云去雀回 北风吹起树生雷 猪楼四面勾书薄 卧看千山及雨来 增拱的西楼是一首描绘海景和风云变幻的诗篇 诗中描述了海浪的景象 海浪如同云朵一般 时而退去 时而又如潮水般涌来 行程连绵不断的浪涛 被风吹起 带来了雷声 这里的雷声可能指海浪拍击岸边 或者因风吹引起的声响 使得风势和浪潮更显猛烈 诗人握于诸楼上 四面是透风的薄木 在楼上俯瞰 看到周围的千山迅速笼罩在急速而猛烈的雨雪之中 形成一幅壮观的景象 整首诗以简练的语言 生动地描绘了大海风云变幻的景象 表现了自然风景的壮丽和变化无常 城南二手 水满横堂雨过时 一番红影砸花飞 宋春无限情惆怅 身在天涯未得归 曾拱的城南二手描述了春雨过后 城南的景色以及诗人心中的感慨 诗人描绘了雨过后横堂水满的情景 此时夕阳写照 映红了水面 又有花瓣随风飞舞 构成了一幅繁华的春日景象 抒发了对春天的离愁别墅 感叹着送走春天 却难以拥有春天无限美好的心情 它身在天涯 却未能返乡 因此内心充满了乡愁和无限的感慨 整首诗以简洁的语言 通过描绘春雨过后的景色 以及诗人的心情 表达了对离乡的惆怅和无限的思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